我的领导中心 那么呢 接下来我想说 有一件事情要跟所有在座的对比们讲一下 很多人都误以为我们旗袍协会是在做旗袍的 好多人在场合上碰碰到我 就跟我讲说 哎呀韩啊 什么时候我到你公司去跟你做旗袍 我说真抱歉啊 我不会做旗袍 因为我们旗袍协会的宗旨呢 就是发扬旗袍 我们都是一群爱穿着旗袍的爱用者 我们都是旗袍的拥护者 我个人的旗袍大概已经超过了三百件 我非常非常喜欢穿旗袍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旗袍姐妹 大家也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女性的精英朋友 来自各行各业 有的甚至于是鞋鞋女带子 是一位贵妇人 她也喜欢穿旗袍 所以我们希望说 如果在座的家庭朋友们 或是女士小姐们 您还没有加入旗袍协的话呢 我也欢迎你来加入我们这个美丽的阵容 共同来为我们旗袍协会来穿着旗袍 发扬光大 你们说好不好啊 从前有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士 她匆匆地走在蹄上 她微风吹走她的病房 然后双脚放红 两眼垂涎 她看着蹄下的芙蓉 她想着这个芙蓉为什么这么美 没有人欣赏呢 因为她不知道她的美 以及她所有人的目光被吸引了 那么有这么一句不知道出自何处的七言绝句 她上面说着 芙蓉花发满江洪 进到芙蓉胜窃容 昨日窃从提上过 如何人不看芙蓉呢 我们芙蓉花发满江洪 请准备 我们灯光 可以把舞台这边的灯关掉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欢迎我们 芙蓉花发满江洪 带来的上午 参与我们协会的相关的合同的制定 以及协助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出钱出力 谢谢你们出钱出力 芙蓉协会的重要的我们的甜美女带来的 芙蓉花发满江洪 现场所有的嘉宾 我们祝福您 地盘金 古谦 ジ祷 lantern 我祝您 地盘风旋 二膳合格 三心高盗 日际平安 五局林盆 六六大顺 七角远凯 八仙破台 九语 your 十贤十美 百败 无敬至 真相平址 万事 如敬